现在我们来看 要做的实验是这样的 这个地球仪放的位置是代表夏至的时候 被阳光照到的情形 因为地轴的北端靠近太阳 地轴的南端远离太阳 北半球的瘦光面积大于南半球 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刻度板上立了一个牙签 这牙签是怎么样立上去的 我来说明一下 这个牙签我要蹲下来平视 把牙签放在这个板子上 而且它的位置要对着北回归线来放 不能放的太高也不能放的太低 而且要垂直于地心 现在我们可以从这边来看一看 这个牙签 它的位置应该是刻度板上23.5度的位置 大约在23.5度的位置 那么蹲下来平视的时候 就会看见这个牙签的位置是在这个 对好了北回归线上面 而且它是对着地心站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刻度板上面的每一根线 你看到这上面的线条吧 这些线条通通都是对着地心的 所以我就以这些线条为标准来立这个牙签 这个牙签立在这里 因为在北回归线上能够正对太阳 中午的时候太阳直射这里 只有这个板子上这个位置了 这个板子虽然挡在这里了 我们就变成不能够直接在北回归线上立竿 让它不建议 可是有这个板子 我们就立在板子上面也成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板子上面的刻度 也可以利用这个板子上的线条 来摆对了这个牙签 这个代表在北回归线上的立竿 正中午的时候它没有影子 这就是夏至那天太阳直射北回归线的意思 当这个标杆摆对位置之后 我们在台湾的地方也立一个杆子 因为这才是我们的观测点 这是标杆是为了要知道是不是夏至 那么现在观测点在台湾 所以我们就在台湾的位置上立了一个杆子 而这个杆子也是一样 它在北回归线上 那么它应该也是23.5度 立的角度呢 也是不可以太高 也不可以太低 要跟这个板面一样 表示垂直与地心的意思 现在我们看看哦 如果台湾这边的位置是在这里 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是在太阳 在这边 台湾这里立了一个杆子 那么现在台湾 我们在模型上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觉得这是台湾一天当中的什么时间 清晨的时候 清晨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太阳在它的东边升起 太阳在它的东边 这是台湾的东边 东边有什么 太阳阳 对了 好 那么我把这个模型稍微转动一点点 你现在看见干影了 干影在台湾的哪个方向 西边南 因为北回归线的这边是西 北回归线的这边是东 所以现在干影在西边南 那么太阳是从哪边照过来的呢 太阳从冬天北照过来 你怎么知道 因为它的影子是西边南 你说影子在西边南 太阳在冬天北 你怎么知道 因为光是直线前进 光是直线前进的 而且光和影子一定在物体的两侧 这是早上的时候 然后越来越近中午了 你看影子就还在南边 越来越短 这件事情上个礼拜做过吗 有 上个礼拜我们用另外的方法 也知道影子是这样子的变化 下至那天 好 越到中午就影子越短 到最后就没有影子了 只不过真的没有影子的话 是在这个板子的那个位置 现在这个板子又拆不掉 所以就挡在那里了 好 我们算太已经到了中午了 因为过不去 那也 暂时反转一下 应该是不可以这样转的 好 算是过了中午 过了中午之后到下午了 我们看看 影子越来越长了 越来越长了 然后你到那边去看 看看影子 在什么地方 接近黄昏的时候 太阳 照着杆子 杆子就有影子了 现在影子在哪个方位 在东偏南 东偏南 因为东就是这条白线嘛 北回归线是标准的东嘛 东偏南 那么 太阳在哪里 太阳在西偏北 西偏北 因为光是走直线的 这个跟你上次学的功课一样吗 夏日的时候太阳是从东偏北升起 落下的时候是从西偏北落下 这就把我们起先想研究的问题解决了 那整个就是地走倾斜的问题了 这就是地走倾斜的问题 这就是地走倾斜的问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